來 歡迎皓蕾 我們的一定是有結合一點 甜點的感覺對不對 對 而且你知道像我們過年的時候 不是大家都喜歡買年糕 真的 但一般吃年糕就是把它 沾麵粉去煎對不對 對 那有些年糕就是過完年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那樣的吃法 有點膩了 對 那倒不如我們就換一個做法 有時候客人來的時候 你可以換個招待朋友 招待客人或是小朋友 也會有不一樣的吃法 對 而且你不覺得它就是很容易壞 你要趕快把它吃掉 它會發霉 它會發霉啊 對 就是要趕快吃掉 每次都會變炸很多 然後又吃不完 對 然後今天我就來做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年糕叫做QQ QQ什麼 QQQ QQ脆餅是不是 阿姨Q 阿姨Q脆酥 QQ阿姨脆 QQ脆酥 對 然後我用了這一個 要準備什麼 起酥 這個是你到烘焙店都會用 起酥 好吃 對 起酥很好吃 你說那個濃湯上面那個 對 然後我們現在年糕 我們就把它切成條狀 好 給她一百分 年糕那個起酥 我喜歡就贏了 你剛剛笑得好開心 你像是小朋友一樣 很想喝那個起酥很燙對不對 沒有 愛年糕也按起酥 這一定很好吃 好 切成條狀 我們先拿出 我們今天會教大家做三種 對 來 第一個 我們就先把這個起酥片碼 來 斜角切 斜角切 對 對 你說說做不同的包裝是不是 然後斜角 對 不一樣的 造型 然後你看這樣是不是變成了 兩個三角形 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 最好的就是可以讓小朋友參與 好 就是說你在做這個 塑形的時候 然後拿出這一個 剛剛我們已經切好的 黏膏條 然後放在中間 對 然後我們來把它 捲起來的樣子不一樣 它層次的那個出現 就有一點像我們 在捲那個小可頌的感覺 對 沒錯 它烤出來其實就會有一點 小扭角的感覺 再用單粒把它 黏起來 然後你看它就變這樣了 對不對 好了 好 正業 這一個我們就先幫忙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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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種 還有第二種包法 第二種呢 我們就直接取方的 然後我們像小時候 坐風車有沒有 對 然後對角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四個角切 然後這一個時候 這都是小朋友可以做的 然後我們就沾點蛋液 然後來 先把這一角 好濕喔 放到前面 來 放到中心點 然後這一個 這麼美 放到中心點 又美又好吃 然後這一個 沾點蛋液 放到中心點 然後最後這一個 很美耶 風車年糕 好美喔 風車年糕 這是要拿去煎還是炸 用那個烤的 用烤箱烤 對 然後我們風車年糕 在這邊 這就是又是第二個形狀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再教第三個 小朋友 小朋友要專心 我可能只記得兩個 阿姨跟你們拼了 我跟你說 因為第一階段沒有得分 對 這一階段要得三分 大家要專心喔 然後我們就把剛剛多的 對不對 切剩的 那年糕越來越大倍 對 就是看你 如果你要這種小朋友 這種小口小口的可以 然後這一個呢 來 我們來看這邊 對 我們先這樣子切 然後切 這一定要很常做 你才會那麼熟臉 就橫切 而且你要知道 對啊 而且就是老公又一直在看樹 每天大概會有 每天都在想如何搞出創意 以前看我老公的八小時 現在會拿來看年糕 然後這樣切完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頭弄掉 不要 對 這個腳不要 這個腳不要 難想上喔 你知道接下來就是 一般那個編頭髮 你們有沒有在幫小女生 那邊編頭髮 有 這可以編頭髮 你看第一個呢 我們先弄點蛋液 對 把這一個蓋過來 對 對不對 對 然後呢 來 斜的 這樣子編 如果覺得它不黏了之後 就要補一點蛋液了 對 這樣斜的 它有點像那個 我們吃的那個麻花餅 哇 這樣炸出來會覺得 這個師傅的工藝很厲害耶 至少就是覺得很用心啊 對 好 因為都不要比了啦 妳一定會值得 先幫我們叫車 對啊 然後你看小朋友這樣子 是不是他就覺得 高頓班的 對 它自己做就會很有成就感 然後最後一個再把它 翻上去 把它封住 好美喔 好漂亮喔 哇 是不是很漂亮 好好找什麼樣 很漂亮 它就變成這樣一個麻花餅了 對 對 然後烤箱的話 我們大概要抓多少時間 烤多少 然後我還可以再做 不要 妳已經差不多了喔 大概幾多分了 然後我跟妳講 不要給他們這麼難看 好 我跟妳講 就差不多是一百九十度 一百九十度 然後烤大概 我這個快速 一百九十度然後烤十二分鐘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一般傳統的蘋果派 蘋果派我們就把它過來 然後蛋液 蛋液周邊就給它這樣封住 大概壓一下 對 然後這個時候呢 家裡面不是會有這個叉子嗎 對 然後就在旁邊這樣子壓 壓出花來 壓出花 它就會變成蘋果派了 抹上蛋液 像剛剛的這一個 對 我們就會抹上蛋液 對 然後這邊全部都抹上蛋液之後 全部都還要再抹上蛋液 對 全部都抹上蛋液之後呢 我們就那個 放到烤箱裡面 一百九十度烤十二分鐘 對 然後就會完成了 它就會整個膨起來 變那個洗酥年糕 這個我不用評分了啊 因為對手都認輸了 謝謝 對 然後就是我就覺得說 可以跟小朋友全家這樣子 然後換一個 對 又可以 對 像坐牢坐的方式 然後做出不同的樣子 這比傳統的那種炸年糕 還要再更好吃 還好吃 什麼什麼 爛元寶 沒有元寶 不是這個 沒有元寶 真的好吃啊 你現在突然覺得你元寶炸 但是還滿創意的 把年糕就是換一個創意 然後不同的一個口感 好吃 真的 真的超好吃的 好成功喔 好棒喔 選起來了 好喔 現在語心要帶來這道創意 因為我看起來有點不太妙 我根本也是沒什麼信心的 我可以聽聽看名字有沒有氣勢 我的這個是來自化妝間的小秘密 酸甜苦辣蓋飯 化妝間的小秘密 對 因為通常在化妝的時候 就是跟舒嬅是都會聊天 然後有一次就聊到說 吃不完的蒜蓉醬該怎麼辦 因為有時候買那種萬蘭豬腳 會有附蒜蓉醬包 對 然後某一天我們這個同事他很厲害 他很會做菜 他就說蒜蓉醬沾香蕉 香蕉 你確定是大口缺 我跟妳說 對 聽起來不太妙 不是 你的化妝師是不是 他是從南部來的 因為我們南部人 有時候就比較節儉 然後就會譬如說 有一些水果也會沾醬油 對 沾醬 他是台北人 因為他平常還會弄那個 比如說鮮魚相思氣炸 在他的Plus版是沾那個巧克力醬 超好吃 所以他的東西我非常信任 而且這個做法很簡單 香蕉有沒有這樣切片 飯就給他鋪上去 香蕉加蒜蓉 還要鋪在飯上面耶 其實這個是有一點由來的 就是那個南部不是有 對啊 我平東人幹嘛這樣 對啊 我平東 就是番茄 再那個醬油白糖啊 還有醬啊 還有那個大蒜啊 然後這個其實是有一點它的改版 可是妳好像不是有加蒜蓉醬耶 妳這邊還有準備這個是番茄醬 番茄醬是後來又更加進階版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 對 很多東西加番茄醬很好吃 妳會不會是現場是不是曾經有人 就是欺負過妳 對 沒有 所以就是說 妳有很多麥當勞的番茄醬 妳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妳就是直接把它拿來沾香蕉 因為我本身就很愛吃番茄醬 番茄醬加牛排啊什麼的 就都很OK 我沒有很愛番茄醬 是因為我覺得番茄醬 就是會搶走所有人的味道 對 我覺得它如果是蒜蓉醬 或番茄醬去加飯 我都可以接受 但它給我鋪一個香蕉在那 我真的就覺得今天 需要有很強的腸胃才行 你們知道什麼是衝擊嗎 這就是一種衝擊 我的天 來囉 各位觀眾 大家不要這樣子 酸甜苦辣蓋飯 這個真的很鬧耶 這是什麼 這是衝擊的美味 這很鬧啦 這一定要吃嗎 一定要 他現在沒有人任意入口啦 有啦 我把它那個香蕉 就把它香蕉 把飯鋪在上面 沒有到很差喔 是不是 沒有到很差 我可以講一下大概的口感 有一點點像吃生魚片 非常頂級的生魚片 油脂很豐富 有啦 你看就香蕉 飯鋪在上面 對 有一點點那種口感 是不是還可以 我不敢跟皓然解拼 我不敢跟皓然解拼 我還可以 是不是 不敢跟皓然解拼 是可以吃 但是不會想要吃第二口 可以吃 可以吃 那不用給我了 沒關係 對... 我忘記了 怎麼樣... 海膽 海膽 對不對 加蒜蓉的海膽 我覺得 沒有 你要吃吃看 真的 我覺得 我餓我會整碗吃完 對不對 沒有太奇怪喔 對 真的喔 真的 它會 它會給你另外一種感覺 你可以先幫我準備一些床位藥嗎 真的不差耶 比想像中還要再好一點點 對啊 越吃越順口 要嗎 你自己吃一片 什麼事 為什麼大家不說話 就是覺得好吃 但是不會特別想 對 就除非你真的超級餓 對啊 你沒有食物可以吃 對 所以我覺得在皓然解後面 就是壓力很大 我還是覺得蒜蓉 比番茄醬好吃 真的喔 對 你比較搭 你看她營養師的臉 多麼的帥氣 不要說表情 因為我有點瘦創 還OK吧 好吃喔 好啦 反正我們比的是創意嘛 好不好 對啊 所以陳師傅要選出 你心中的優勝者 全家姐們的創意新賽者 到底誰能獲得主題的新來呢 今天的優勝者其實很明顯的 就是職業主的 這根本是職業主 跟業餘主的PK 這一定是皓然姐的 好厲害 你們終於得分了 想謝我的爸爸媽媽 還要謝謝我老公 對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